我們今次繼續講到輔導入門 以及講到怎樣幫助人不被人影響 因為這也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很多人因為人們傷害他、笑他、看小他 結果他就很受傷害 很受傷害的時候整個人是受影響的 這也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 我們怎樣去幫助人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他怎樣被人影響 譬如聽他說 譬如家人經常討論他 或是有些基督徒對他的拒絕 或是跟人相處或上班 其實這些都是很常見的情況 到底他怎樣被人影響呢? 我們接納他被人影響 以同理心回應他 我知道是辛苦的 我講過一句話 我講過一句話 我們聽聽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覺得 他本身也有一些跟人相處的問題 這也是很常見的 可能他跟人相處是很有問題 所以他去哪裡都撞板 雖然我們知道是這樣 但我們知道其實他辛苦的 他辛苦的時候 我們接納他 所以他就更有機會可以改變 所以我們以同理心就是 我知道是令到你不開心的 我講過有初級的同理心 以及高層次的同理心 初層次的同理心就是 他說出他的不開心 我們就認同他這個感覺 感受他這個感覺 高層次就是 在一個背後的感受 例如說 一個人覺得被人傷害 他的感覺是被傷害、傷心、憤怒 這些是他說出來的感受 但他可能有一些背後更強烈的感受 可能他覺得自己沒有用 沒有人喜歡他 他以後都不會有好的朋友 所以他可能會對自己失望 這是一個比較深層的感受 我們都可以問他 我們不需要假設他是這樣 我們可以詢問他 有沒有影響你對自己的看法 下一點就是 了解他是不是從小被人影響 因為很多人都是 從小到大被人傷害 被人看小 所以他從小到大都是不開心的 都是覺得跟別人相處是很難的 是撞板的 經常都撞板的 沒有人喜歡他 這樣的時候 一方面我們去輔導他 也都遲一步幫他 怎樣跟別人相處 因為他可能跟別人相處有問題 所以這個被人影響 從小時候開始有沒有被人影響呢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 某程度被人影響 例如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人們是不是不喜歡我呢 不接納我呢 人們看到我便覺得我失敗呢 這樣的時候 就是從小被影響 以至我們將來有什麼事的時候 馬上想到 人們不喜歡我們了 我們亦以同理心回應他 例如他父母對他很多苛刻的要求 經常說他 經常看小他 總是說他不行的 這樣的時候 他的影響是深層的 需要我們接納他 有些人就說 我們快點教他幫他 這樣的時候 好像覺得快手些可以改變他 但他首先覺得被接納 有人看重他 關心他 他才能夠改變 所以我們需要去接納他 聆聽他 不要太心急幫他 我們是會幫他 但首先一定是有接納的部分 讓他知道他是被看重的 第四就是 連敏受傷害的人 神都想醫治他 他說他想被醫治 即是被他盼望 神想醫治你的 神不想我們任何人覺得自己沒有用 神是告訴我們 我們個個都寶貴 個個都重要的 個個都可以處理到人的問題 不是不可能的 其實這個世代 很多人都有人制的問題 因為實在有太多上網的世界 所以很多人 他們的朋友在網上 他們很追求有幾多人喜歡他 幾多人喜歡他 他在這個虛擬的世界 他就覺得很滿足 但到實際的世界的時候 他發覺那些人跟他相處 就不喜歡他 跟他不聊天 他也不懂得跟別人聊天 所以他裡面覺得很無盼望 但我們就會讓他知道 神想醫治他的 他想被醫治 第五 他信主之後 有沒有經歷神 某程度的安慰 或者醫治 從中有沒有看到神的愛 這就是他認不認得親近神 因為無論他有什麼問題 他需要親近神 以至得到平安、喜樂、興省、有力量 他才可以處理他的問題 即是說 如果沒有神的幫助 他只是靠自己的時候 他只是一個人的方法 為什麼人的方法有困難呢 因為在人的世界 始終有競爭 在這個世界 不夠聰明 不懂得跟別人相處 不成功 是會被人看小的 當人用自己的方法會怎樣呢 他很想得到人的歡喜和接納 但當他在過程中 其實是很多困難 是不容易的 即是說 如果他一向都有受人影響 他想改變這件事是很難的 那些人已經一向跟別人關係好 他來說是不難的 有些人跟別人關係好 他是不覺得難 但已經覺得難的人 真是很難出來 因為他已經在人的壓力之下 他自己又失敗 他又不懂得跟別人相處 所以在這個情況 我們是需要給他支持 也讓他知道神可以幫助他 因為有時他需要那個性格上的改變 譬如有時有些人跟我說 有一個人想我去幫他和他聊天 他做不到工作 他經常被人拆鱗魚 有一個例子是這樣的 那我就聽他說 所以我要了解他 我問他 你上一份工作在哪裡做 他就告訴我 那些工作為何會離開呢 他說那些人不接納他 和他不好 他就大發脾氣 他就去扔桌子然後離開 我聽到之後 我看得出 他裡面有一個問題 他不知道 他只是說 為何神幫我 為何我經常被人解僱 我不是說所有被人解僱的人 都是這樣的情況 但他的情況是這樣的 他不知道 原來當人對他不好 發脾氣 是只會斷他的路 即是他將來的工作 這份工作斷了 下一次第二份工作又斷了 斷了斷了 是甚麼路都沒有了 他不知道這件事 我們需要首先讓他知道 神真的接納他 我們接納他 神可以醫治他的 他裡面的憤怒 他很容易生氣 別人一對他 看不起他 他的心裡就有一種憤怒 這種憤怒是需要處理的 是需要學習 不讓別人影響 這個世界 實際上很多人 是比我們負面的影響 我自己也遇到這些情況 但我怎樣呢 我立刻化解 我說他會容易發脾氣 他會說一些不好的事 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不需要介意 於是我就 在心裡 我簡直是 打斷了他批評的說話 我聽到 我聽到他 我會找辦法回應他 但我不會介意 我即是說 我知道他是這樣的 但有很多人 是不會去到這個位 他沒有辦法 能夠這麼成熟 對他去面對 所以我們需要讓他知道 神可以醫他的心靈 首先醫好他的心靈 讓他的人平安輕鬆 這是很重要的 在親近神的時候 他會得力 得到平安 興省 得到動力 然後他才跟人相處的時候 有動力 譬如說 我跟人相處的時候 如果我發覺那些人難相處 我在裡面 我會祈禱 和我心裡深信 神看中我 神也看中他 不過他是受傷害 所以我就學習 不給他影響 但我心裡 是有從神而來的平安 即是說 他有沒有經歷到神的幫助 安慰醫治 當他得到安慰醫治的時候 得到力量 他是可以逐步去衝破 譬如他很懼怕人 他需要去衝破 衝破 有膽量去跟人溝通 他跟人說話的時候 很容易發脾氣 他需要靠主耶穌 讓他的脾氣平靜下來 不要介意人的問題 他需要在內心 一方面親近神 一方面內心處理 讓他裡面的憤怒 能夠放下 他才能夠處理到人的問題 這樣才不會被人影響 第六 從他經歷神的安慰和醫治 他能否相信神想醫治他的全人 神想醫治他 他以往受的傷害 被人影響的地方 他相不相信 有些人說 真的有些人告訴我 他覺得神對他不好 覺得神不愛他 不喜歡他 這句話我也聽過很多人說 因為他覺得他有很多失敗 他覺得神沒有幫助他 那為什麼我自己會有 這麼對神的堅定信心 是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 我是很清楚神是真實 我的信仰是有理性的基礎 因為我研究聖經的預言 神的經歷性 靈界的證據證明 真的有神、有邪靈、有地獄、有天堂 還有人有靈魂 我知道這些一切 而我們知道 基督徒是真的可以 就算離世是去天堂的 那些不信主的人是去地獄的 我也見過很多有先知性的人 能夠知道一些 他本來不應該知道的事情 就是神去跟他溝通 在很多方面我知道神是真 在我自己的生命 我發現神有很多的帶領和祝福 在我裡面 我是很肯定神是真實和幫助我的 那這個 如果有一個人 他經常都說 我都不知道神是否愛我的 我都不知道真的 我生命是怎樣的 那他因為沒有這個基礎 那需要建立這個基礎 那我建立這個基礎之後 我每一次經歷神的幫助 我都數算 我都計算 我真的看到神如何幫助 例如一些很奇妙的例子 除了說我有時試過交通 差不多交通以外 差不多可以撞車死的 因為我試過在高速公路 不是在香港的 逛逛半夜的時候 忽然間有冰塊在路面上 整個路是沒有的 雖然那時是冷 但不是至於落雪 沒有落雪 是路邊一點雪都沒有 但是路面上 居然是有冰塊 我一走到那裡的時候 因為有時路面稍微不平 路面稍微不平 輪子一繞一繞 然後那裡是滑 整個車就轉了 我整個車轉了 轉完之後 轉到旁邊的路面 再去到中間的分界 即是兩邊高速公路分界 因為那裡是遊行的車 在旁邊的路面 從最慢的路面 轉到快線 再轉到中間的路面 即是很急速地轉 轉完之後 有個大貨車 馬上衝過 即時 我稍微遲的那麼多 已經被那輛貨車撞到 巨型的貨車 整輛車都會被扁 這些是很奇妙的神的幫助 我會記實 除了這些情況 我也有其他的情況 譬如我試過 因為我轉輪 要爬頭 因為兩邊對頭車走路 我轉輪的時候 誰知旁邊的車 我一想過它 它又加速 我想進去 它不讓我進去 或者它是無意的 但是對面的車 你已經很快來到 是距離很短距離 我沒有辦法進去 因為它在我旁邊 我沒有辦法進去 然後 在那時候 因為只有兩條路線 但是那車居然可以很快速地 出去外面 是有些位置 給它捐到旁邊 所以撞不到我 那時候我直接以為 我要上天堂 我直接說耶穌 我不知道這麼快要見你 但是神保守我 這些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奇異的經歷 就是我去非洲 去到南非 那時候南非沒有這個 這個corona 這個virus 那時候有些什麼事發生呢 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 我起飛那天 因為他之前那晚 他就發夢 他就去到一個 就是有人被他追他 他就很害怕 他就跑跑跑跑跑跑 跑到那間屋 看到裡面有中國人 在裡面 那時候我小孩在窗裡 他就叫他 你開門讓我進來 進來 看到中國人在祈禱 看到我在這裡 我就跟他說 你想我為你祈禱 這些都是我經常用的語氣 你想我為你祈禱 他說好 然後我跟他按手祈禱 他就充滿喜樂和愛 很感動 然後他就笑著醒來 他笑到醒了 最初那個夢是很害怕的 這個夢境真的很特別 然後他看到我 又是這樣的樣子 又是這樣的說話 又是經歷聖靈的喜樂和愛 所以他覺得這是一個異夢 神真的將這個異夢給他 這些我真的知道是真實的 我真的知道神真的跟那個人傳遞信息 亦有人在網上也有說 他在祈禱中看到我的樣子 在為我祈禱的時候 亦都在非洲 在祈禱見到我 亦都試過一次 我去宣教的時候 有一個一起去侍奉的人 我們在大堂等那些巴士去飛機場 等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們 你聽到我們叫去飛機場的車 你就出來 我們就在那裡等 等到聽到有飛機場的車 我們便出來 看到一群人出去 進入一個大巴士 我們便把行李放在大巴士下面 然後進去 走到中間一半 他便跟我說 耶穌告訴他 這輛車不是去飛機場 它是完全沒有顯示的 我問那些人 這輛車是否去飛機場 他說不是 旁邊那幾輛是 當時看到兩輛車 但我們沒有留意另一輛車 然後就去旁邊那輛車 那就是很奇妙的 那個同工根本不知道 即他根本沒有跡象 知道這輛車不是去飛機場 但他當時收到神的訊息 其實這一類的經歷 我經常都會記住 我會記住 神真的會回應我們 神真的愛我們 神會幫我們 但有些人說 我沒有這些經歷 我沒有經歷到神的幫助 我沒有經歷到神的愛 和能力 很多時候的原因是什麼呢 一部份原因 根本他和神關係不好 他相信耶穌 但他對耶穌有很多懷疑 他有小親近神 他又沒有經歷到神的平安興省 因為心煩亂 心煩亂 其實 任何一個基督徒信主 都應該有經歷某程度的平安興省 有些人可能經歷 又不留意到 我自己很留意到 在我初信的時候 我真的很記得很記得 當我一看聖經祈禱 我立刻覺得平靜舒服 我試過 在有一段很繁忙的時間 我沒有祈禱 即是有祈禱 沒有看聖經 接著我又一看聖經 立刻覺得不同了 我就留意到 原來在親近神的時候 是即時會經歷神的同在 是我初信的時候 我已經留意到這件事 我都希望大家 會記得神做的事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他是不覺得神愛他 於是他就懷疑 他就投訴 他越埋怨 他就越得不到幫助 因為他說 神也不幫助我 祈禱只是經常看他自己 即是說 我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人們都是這樣對我不好 我都是睡覺睡得不好 我身體也是這樣不好 情緒也是這樣不好 他只是看這件事的時候 他覺得沒有改善 所以他覺得神不愛他 祈禱也是很煩亂 很煩亂 神你快點幫我 很慘 快點給我一份工作 快點找人幫幫我 讓我睡得好 但他很煩亂 所以他祈禱了 是沒有什麼作用 但我自己來說 我初信主我已經發現 讚美神是很好的 我一唱詩過讚美神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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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平安興省 我非常留意到 有一種祈禱 讚美神 感激的神是起落的 但我發現 當時的祈禱會 這個祈禱會 是很沉悶的 因為他有幾個人在這裡 每個人都把那些祈禱事項 逐一樣 全部都說出來 逐樣逐樣說 第二個又逐樣逐樣說 第三個又逐樣逐樣說 當他祈禱到十個人的時候 整個祈禱聚會 就是全部都算了這些東西 我真的覺得很不同 為何在我親近神的時候 這麼得力 但我在這個祈禱 就越祈禱 就越覺得很煩 為何說來說去 其實那個祈禱可以不用這樣 可以一直讚美神 然後為一件事祈禱 不用每個人都重複同一件事 有些人的祈禱方式 令他不得力 所以他不相信 接下來是第七點 他懂得如何親近神 得到神更多的安慰和醫治 以及可以解釋 互動的討告和如何經歷神 我也說過這個恩典祈禱 耶穌在愛我的 幫我的 是神對我的恩典 然後就是敬拜的討告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是對人對神的 恩典的討告是神對人的 而互動的祈禱 我希望大家都常常用 就是我一愛神 神就歡喜 我一感謝神 神就歡喜 我聽神說神就歡喜 我給了一杯涼水 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神就歡喜 但是每天都會有這種互動的討告 我每天都會這樣 我一起來 耶穌現在在愛我 我愛耶穌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我一醒 我便第一件事就是這樣 多謝天父 我一直去拆牙 洗了奸 我一直都在讚美神 我在盡量 我在整天的時間都盡量是這樣 我便發覺 時時都有喜樂的心 但是有很多人沒有這種心 他覺得 祈禱只是一種工作 他覺得看聖經是一種工作 所以他很難得力 所以我們了解他 能否重臣得力 這個引導他 然後第八 他受傷害 亦可以在祈禱中回到傷害的情況 聖經說到耶穌是怎樣看我們的傷害 壓傷的奴位不會截斷 將神的燈火不會催滅 可能他覺得自己很像壓傷的奴位 你是壓傷奴位 耶穌看到你會怎樣看呢 你可以問耶穌 耶穌你看到我這麼受傷害 這麼不開心 你會怎樣看呢 他在祈禱時可以問耶穌 耶穌是可以給他一些回應 有時候有些人說我收不到 那你就從聖經得回應 聖經說 壓傷的奴位不會截斷 他看到你憂傷 他不會當你沒事 他會關心你 他會心裡掛念你 於是 就帶領他在祈禱中得到釋放安慰 大家都可以這樣做 在自己家裡做 怎樣呢 譬如我試過 我小時候曾經有這樣的經歷 在我小學的時候 有一次我上學之前 我們那時候都是吃飯才上學 那我糊飯的時候 飯學一聲斷了 因為當時我家裡經常都是罵 我就很害怕 回來會罵 我回到家裡放學回來 站在樓梯很久 都不敢回家 因為我怕回家罵 後來結果 早晚都要回到家裡 但沒有人發聲 沒有人問我 沒有這件事 我就很開心 但這個經歷告訴我 其實當時我成長是一個懼怕的情況 因為家裡經常都是罵 經常都是批評 有什麼錯 我是最大和最乖的 我們真的很乖 周圍的人都說 你們這些兒子每個都這麼乖 清潔了家裡 煮飯 洗衣服 什麼要做呢 那時候又做塑膠花 我們很勤力做的 讀書也好 各樣都好 周圍的人都說 你們這些兒子每個都這麼乖 但他們不覺得這麼乖 我們經常都被罵 還有有什麼事 總是罵了我 我是最大一個 其實我是最負責的 但經常被罵 所以裡面 裡面有一種懼怕 在成長中有種懼怕 有一次我上一個課程 講到心靈醫治 他們就會跟我們一起上課 然後他們說 你們哪一個想被醫治 可以說出來 其他人為你祈禱 我認為有什麼機會 就試一下 他們就叫我們祈禱 你想想哪個情境 你是有受傷害的 我們就想回這個情境 然後就去問耶穌 耶穌 你是不是在這裡 我自己很深信 我知道耶穌無數不在 耶穌會對我說什麼 有些意念出現 有些人可能說沒有 我沒有意念 那不要緊 因為聖經也說了 那我的意念是什麼 耶穌跟我說 你將來會幫到很多人 我很喜悅你 你信靠耶穌 你又很肯讓神使用 神會大大祝福你的 會提升你的 我當時 以我小孩子的心態 那時候覺得自己很絕望 很不開心 但是耶穌的信息就是 我其實知道你的問題 我一定會幫你 我一定會醫好你的 你將來會幫很多人 我自己就覺得很安慰 很感動 有些人就說 我未必覺得感動 但是總之 深信 無論我們以前 怎樣被人傷害過 被人糟蹋過 耶穌都想醫治我們 大家都可以有時 在家裡自己做 自己在祈禱的時候 去到那些情境 耶穌說那時候 你是否在那裡 其實耶穌早都知道 但有些人就會這樣批評 如果耶穌知道 就不要叫我入這個情境 但是如果耶穌不叫我入這個情境 除非他把我們帶到天堂 世上總有傷害 人人都會有傷害 因為人都有罪性 所以我們就不去質疑神 我永遠都不會質疑神 因為我知道 所有的幫助都是從神而來 如果我們質疑神 我們就封了神的路 所以我們永遠都不要質疑神 永遠都是說 神一定幫我 我試過經濟的困難 被人傷害的困難 人家說一些無告的話 因為那時候我在外國 我很想回來香港 我去了美國 我經常發夢回香港 很多人就不是 很多人就經常發夢去外國 我去到外國 我經常發夢回來香港 很想在香港 適奉 很想在香港的情況 我就 在這樣的情況 神 但是 神是真的為我開路 讓我能夠有一天回來 神其實老早有計劃 有安排 亦都在我困難的時候 其實我曾經試過經濟 侍奉 其實我在外國 本來在傳統教會侍奉 是人工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必定有人工 在宗派也很缺乏牧師 所以一定可以做 也有一個教堂 已經聘請了我 但是 後來我經歷聖靈之後 我回去就不同了 因為我第一個太太已經認識盧歸主 她是不適應到香港 所以我要回去 我回去的時候 有很多負面的說話 有些人說 有人真的跟我這樣說 他說 牧師你如果不是來回香港 你現在也有屋 因為他的注目就在屋 有些人會跟我這樣說 但是我就會堅決相信 神一定開路 當時來說是很困難 是完全沒有出路 但是我就堅定相信 先求神的國 和你一切加給我 我就堅定相信 在這個情況 我都天天地讚美神 親近神 看聖經 全心全意依靠神 完全不會說 哎呀 神你都不幫我 我不祈禱了 我堅定依靠神 神就一直為我開路 真的很多次 很多次的神跡 其實我覺得我現在的事奉 神給我很多好的教導 在一個 這麼多年以來 最提升的生命的時候 我都希望大家經常都這樣深信 我就永遠都不會埋怨神 但有些人很容易埋怨神 我們就需要聆聽他 為甚麼你會對神質疑呢 為甚麼你會懷疑神呢 有甚麼引致你這樣呢 有甚麼發生呢 他說出來的時候 我們接受 不是說他對 我們只是接受 你在一個情況很容易懷疑神 很容易擔心 然後我們就去引導他 你覺得神是否真的忘了你呢 神有沒有試過幫你呢 你有沒有經歷過神給你的平安輕省呢 即是我們逐步引導他 亦可以有confrontation 就是說 你覺得你有沒有一些原因 令到你和神關係有疏遠 有些問題難阻神的工作呢 這是下一步的 首先就是接受他的情況 你想想得到安慰釋放 脫離這些困難 好了 就是說這個可以在討告之中 得到安慰 亦都同時他內心世界需要處理 OK 那些傷害的人 有沒有跟著時間改變呢 可以見到他們難以改善 他們有沒有受過很多傷害 他們懂不懂得處理傷害呢 即是有時 傷害我們人 其實他受過很多傷害 當我們明白 其實他都被人罵過很多 被人傷害過很多 其實後來我明白這個道理後 我想想那些傷害我的人 其實他們從小到大都受過很多傷害 所以他們只認識一件事 就是有人不喜歡他 他只是罵他 他只是比你厲害 要霸王過你 所以其實他很不開心 我心裡接受他是這樣 我憐憫他 為他祈禱 心裡就鬆了 我經歷聖靈 也有受過迫伯 但我受迫伯的時候 神就感動我 為那些迫伯我的人祈禱 神啊 你關心他 你想他們將來見到你的面的時候 都是神喜歡的 神不想他們 將來見到神的面的時候 神追討他 迫伯人的罪 那我就神啊 求你幫助他 即是我的心就說 神啊 求你幫助他 讓他看到 在今生 就算他不接受四年充滿 他用他的方式 他的方式 能夠愛神 神都喜悅 這樣呢 他將來可以見到神的面 神都喜悅他 即是我會這樣祈禱 我知道其實他比我慘 因為他迫伯人 他比我慘 所以我心裡 我就不介意他的傷害 反而我是為他祈禱 那我的心就鬆了 然後第十 這裡只是說到 他也是可憐的 所以他不懂得處理傷害 我們就能否看出祂 祝福祂和搖說祂呢 第十一 我們能否明白 傷害他們的人 其實不是大能的 他們沒有能力傷害我們 神會保護和祝福 那些人傷害我們 曾經我在傳統教會 我很放膽 經歷聖年 就不肯告訴別人 為人祈禱 很多人經歷 但是 是受迫伯 受迫伯伯似乎很慘 但其實神為我開更大的路 我現在的侍奉比以前 是擴闊很多 以及更加有效 我自己覺得是很大的禮物 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有這個福音宣教事工 可以幫助這麼多非洲的牧師 我也覺得很好 也有些香港的牧師 我可以幫助 也有些不只是非洲和香港 有些地方 有些人都會找我 去幫助他的靈命 我就覺得 人不能拿走 有神的福氣 我聽神說 神一定會祝福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沒有人能夠拿走神的福氣 我聽神說就可以了 第十二 神一定喜悅 我們信靠神 不怕人 神一定喜悅 我們以善性惡 即是他對我們不好 我依然以善性惡 神就會歡喜 神就祝福了 總之我做任何事適合神的心 神都喜歡 於是我的心便便平安興省了 我發覺生命的提升又高 神給我好的教導 神能夠祈福 神經常都喜樂 我試過在宣教 很多人祈禱 即時經歷喜樂 我真的看到 神可以這樣用 我們真是好 謝謝你 我總是說 我善待人 神一定會歡喜 我便可以欣賞自己 有的那麽多進步 都是很好 今天有的進步 感謝主 其實我自己也曾經有懼怕 因為我講過小時候的懼怕 後來其他人的傷害 我有時我試過 真的自己在洗碗 我自己會在害怕 但我不是害怕什麽 沒有害怕的 自己有種懼怕 我便一直告訴自己 我正在做神的功 神是很喜歡的 《歌林多前書》四章二節 所求於管家是要他有忠心 因為有些人批評 但我說我忠心神就歡喜了 我真的盡力去做神就歡喜了 我便不需要 心裡一直擔心這個擔心 我便依靠神 神一定喜悦 神一定祝福 我總是堅持這種信念的時候 我發覺是越來越好 我小時候有很多惡夢 但神是可以完全醫治的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再總括一下輕生得性的重要內容 第一 神是充滿愛和大能 祂想凡事祝福我們 祂有能力 祂想愛祝福我們 第二 深信神是會體重我們的 我們是寶貴的 第三 凡是信靠親近遵從事奉神的人 神一定喜歡 有些人說我未做得這麼好 你嘗試做神也喜歡 你真心說我想給神用 神就喜歡了 我希望大家在這裡 學到怎樣幫助人 你開始用的時候 神就喜歡了 總會提升我們 所以我們相信祂一定會祝福 第四 人不能破壞神的計劃 所以我不需要介意人 第五 雖然我們有困難 但是神在任何環境都能幫助我們 在任何困難都好 不能夠攔阻神的計劃 第六 我們的思想會影響情緒 我們處理了思想 神總會幫我 人傷害不了我 我依靠神 神一定會歡喜 神一定會祝福 那這個思想就會 將我們的情緒改變 我自己經常去改變我的思想 總有 有時有些彈出思想 其實人也會有 有時說 人們會這麼難改 神就提升我 你已經努力 你繼續努力去幫祂 不過祂未改變 你不用揹著 你揹著 祂也不會改變 你不用自己有重擔 你正在做的事是神喜悦的 你繼續去做便可以 不用一邊做一邊揹著重擔 這一點很重要 有些人就是這樣 一邊做一邊揹著重擔 我們不用揹著重擔 輕輕鬆鬆地做 神就歡喜了 即是思想模式 就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而第七 我們可以選擇 喜樂 耶穌這麼愛愛 是開心的 神一定喜歡愛愛 是寶貴的 時時都是這樣 神就會祝福我們 我希望大家 能夠應用到這些教導 能夠去學習 去幫助人 待會你們在分組的時候 就會操練 操練的方法 都是跟上次一樣的 就是可以有人分享 你被人傷害過 可以說出來 然後其他人回應 祖長就會引導你們 如何能夠做得柔和 去引導他 回應他 關心他 有同理心 引導他去處理 這就是 在過程中如何幫助他 如果沒有一個人 願意分享 就隨便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組員 或者是一個組長 就扮演一個人 是受人影響的 然後其他人嘗試去回應他 我們首先要祈禱 我們一起站起來 放鬆個人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當我們放下煩惱 當我們不去擔心憂慮 我們可以即時經歷神的平安 來嘗試大家放鬆個人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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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件事 告訴我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們知道 當我們親近你 你一定會歡喜 即使我們有受人傷害過 神你還是很想醫治我們 讓我們知道我們是寶貴的 沒有人能夠拿走神的禮物 沒有人能夠搶走神 準備送給我們的禮物 我們的生命 只要我們聽耶穌說 親近你 遵從你的 侍奉你 你一定喜悦的 就算我们做得不够好 只要我们尝试 我们努力去做 神一定欢喜的 就算一杯凉水 做在小子身上 都不能不得赏赐 你一定会帮助我们 求主与我们一起 释放我们的心灵 帮我们处理我们内心 如何受人影响 也能够帮助受人影响的人 有些人经常觉得 人对他不好 经常觉得受伤害 时时是和人难相处的 他们都很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 求主赐给我们 聪明智慧耐心 去回应他们帮助他们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